这次陆汉你在这个长城里面演的是一个雄军小兵这样的 然后里面好像还要完成个重要的任务 然后完成了一次成长是吗? 最终是什么样的成长? 就是一开始这个小兵是因为刚入伍所以非常的紧张 而且他性格本身是那种胆怯的性格 就特别怂 也是没有见过大师妹我觉得 没有见过 而且他也亲眼就是在那个长城上看到陶铁来 把他战友都杀了 其实他当时也就是吓懵了 但是而且因为紧张所以容易犯错 犯错的话再加上各个军队的 武军里的所有的将军都会训他 罚他往里头会更加紧张 那这时候只有达蒙过来 就是告诉他安慰他往里头 就告诉他应该其实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帮助他到后来他渐渐会有一个成长 到成长为到时候就是牺牲自己 所以为了全人类 哈哈哈哈 所以还要牺牲自己 那你的粉丝可能会很难过 没有 好事 这种成长 就是这种成长角色 是你自己就想要刻意追求的吗 嗯 我肯定想希望能够演这种成长角色 这样能够一是可以锻炼 二是可以也可以 怎么说体验一下怎么样 不一样的人生吧 因为这个小冰跟我性格其实不是很像 对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松 哈哈哈哈 对 那这个张导演他怎么知道 他在做台词呢 自己的方式给你做示范什么 对他会就是会亲自过来 就是亲自过来 然后给你讲就是这个台词应该怎么讲啊 或者手要抖到什么程度啊 这些包括肢体啊什么的 包括就是台词 紧张的时候要怎么就是要怎么接 接吧就这种 他不会一直去教你这样吗 他就会把他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先说一遍 对 就特别专业 而且他但是他有 他就是情绪又特别的就是 你知道和蔼可欣又不是特别凶那种 对 他有没有这次合作完 是要求你和你一起合作这样 哦 我是想 哈哈哈哈 我是想这种 有机会的话 或者下来有没有聊一件什么事情 嗯 没有因为当时确实是这部电影 确实是 张导演太投入了 对 全都都包括到现在也就是 也是全围绕这部作品 对 我看你其他演员说什么 就是下来以后再抱他一下什么 就是夸他一下 没有张导演有没有对你就是 夸着一下认同吗 有夸好吧 最近时间太长了 我都快忘了 去年是去年啊 好久好久的时间了 对 那你这次还有很多这种动作戏吗 嗯 动作戏其实不多 其实不多 但就两个场景吧 还有三个场景 其实不多 就其实不需要 期间他们像他们那样训练 但我也训练了 对 对 之前一个月我也去训练了 有三四次吧 四五次 就是 我练 一开始给了我一把斧子 练斧子 就什么砍 往里有翻跟头 往里有还有剑 还有刀 往里还有一个长毛 然后后来拍摄只有长毛 哈哈 其他都练了 对其他都练了 对 学了一个新技能 这方面 算是对你来说 没什么难度的 嗯 动作戏 我觉得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难度吧 因为肢体比较协调 哈哈 对 对 这次就是 我看那个片砖 十六分钟了 就是你跟马特达蒙 这么长 我都没看 就是一场大中间的那场大战 然后你科技跟马特达蒙在长城上 就是等于他有一个救你的 对救我的 就是等于你有对手戏嘛 对 就是你跟他这个对手戏拍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跟他对手戏拍的过程其实就是还是挺导演的嘛 哈哈 不是我开玩笑 他有那么电影接触吗 因为他也想就是在卡的时候他也想跟我聊 但是我也想跟他聊 但是他也知道我语言不就是英语不是特别好 我来就想聊但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种状态 就是属于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学好英语 我接下来学英语去 你有对就是对系排练一下什么 哦排练都会每一条都会提前排练的 他每条都会不一样 对 每一条都会不一样 每一条都会不一样 哈哈哈也得接嘛 张老师训练我了嘛 嗯 所以他演技真的太好了 是啊 那就是你以前比较喜欢他那部戏啊 看的比较多了 我比较喜欢动作了吧 因为他特别酷 对叮冲冲 而且他就很男人嘛那种感觉 又帅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合作这个默契上 就是动作其实因为两个人都懂 有很多种交付的地方 包括他把你提开 然后那个观众 但是正好刚刚好 刚刚好 就是很 就是很巧就是 在 我们俩就是 糖尔卡以后那种感觉 想交流啊那种 其实和电影里是一样的 所以刚刚好 因为我也听不懂电影里 我也听不懂英文 所以感觉就是对的 但是动作系上还是比较排练的 对 动作系要排练的 对 那你这次就是因为 它也有很多这种无实物的表演 然后你刚刚说有很多绿人啊 什么 对 小绿人 那其实跟那个 拍招母笔记的时候 相比来说 这次绿木的表演上 难度更大还是 其实 动物笔记那会儿绿木 就其实只有几个场景是有绿木的 因为它那场景绿木 其实你只要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你幻想一下那个地方是一个场景 那这次不一样 这次因为我 今天我才看到滔铁 有滔铁 而且有后面的 而且是我进入最大的绿木 整个从在一个岛上面 在青岛那 黄岛 黄岛那边的一个巨大的场地里 做了一个就是 将近真实的那个长城 往那个后面挂个特别大的绿木 我进入最大的绿木 而且还有滔铁 也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子 你就得幻想 就完全就是 而且还得幻想着它 比如说就像在黄勋哥说的那个 一开始现在一千米 一百米 五十米 你表情也还得不一样 对 但是前面只有一个绿布 我前面都没有 对 没有没有 那边是没有的 对 就是有那种近身交战 对 当然也会喊 喊 然后你就得表演出来 其实还是挺难的 就是 那你这次就是其实 算是比上一次更进阶了一点 对 对 而且好像有大部分都是绿布 这边 因为你其实不是这个专业学表演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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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好吧 因为包括身边的演员们 他们就是也很投入嘛 就容易就很感染到我 我也很快就能进入这个状态 而且 我平常也是属于那种脑洞特别大的 脑洞大的就是 老人 幻想一些东西 所以就 能够幻想出来 就是现在也拍了几部电影 然后你自己觉得 你对于演员这个职业 有没有什么认识 或者有没有决定 就以后就当演员了这样 哦 没有 对 没有开玩笑 我觉得还是拍的太少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还要再多拍吧 再多拍一点 就有感觉自己对表演就是 有会有一点认识的 就是会有感觉到自己可能 比如说在 现在 现在的话是因为 因为拍了折天记 是吧 就是因为全是大量台词 就是练习大量台词以后就发现 就会 就一点一点会认识到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台词这样换 换语气说 或者从哪儿断 说其实都是不一样 就会 就会 有进步吧 我觉得会有认识到 有没有讲 就是 对于 就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演技 因为 但我还是想做音乐 哈哈 我又想做音乐 对 对 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对 对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就同时做吧 对 那你是 你要喜欢就是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吗 还是说 因为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很特别适合你的这种角色的类型 我对我希望也不适合我去做 就完全跟我完全不一样 性格完全不一样 那样就觉得会很有挑战 觉得会很好玩 对 就是你拍完长绳 然后再做音乐 是不是在那个 他那个应该也有一些 对 也是一些魔幻的 对 社会应该会更适应一些 对 会有帮助 帮助带他了 去拍完这个再去拍 做天机的话 对 因为你有没有看到你现在的工作形成而起立起 有没有想要休息一下 我刚休息完 对 刚休息完 现在又开始了 哦 就有信息了 对 现在还没有还没确定 但是 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比如说电影跟电视剧方式 你觉得是什么 可以打算 我觉得看时间吧 先把专辑弄好 因为拍电影就很累 时间很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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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看吧 看哪个剧本比较好吧 哎 哎 哦 撒 而且我还 我又想开演唱会 就 就很尴尬 时间就很尴尬 所以明天没有开演唱会 我是想的 但是现在不知道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的 如果全都做的话 那就真的是 做一年我可以修两年了 那种状态了 对 因为你就是在长城里面看 或者说就是 可能人气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偶像 所以说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可能 粉丝可能是冲着你去看长城的不一定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冲着我去看的 大家都会可能 本来就是一个好莱坞大片 就肯定都是冲着电影看的 我觉得 你看到这些有这么多粉丝 你会心态需要有调节 我其实没有 我其实我没有太放在心 就是怎么说呢 不是 不是说放在心上 有没有太多关注 就这些东西不会影响到我 去做事情 对 就还是关注在自己的 对对对 只要 不知道就是能够 达到自己的预期吧 我觉得 别让自己后悔就行 你觉得现在发展有很多你自己的心里是希望的 哦 对 但是 还要再往这方向走吧 对 什么样的方向 就是往我预期 我想达到那一方向 你想达到那些什么 就是 就是 越来越好吧 演技啊 包括音乐 对 综艺感 综艺也不会放下 对 对 因为综艺对来说特别好玩 就是去玩 新的一季考卖你才会这样 哦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不能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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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暂时真的没有 诶 完全都没确定 因为 对 因为我现在完全在准备专辑 现在唯一确定就是专辑一块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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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说这也是宣传计划 对 诶 反正这也已经是12月了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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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